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文派 今天请大家欣赏刘晓念的短篇小说 我是李老师,我讲一个关于女学霸的人生大事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 再有一百多天就要中考了 我和孩子们一样过得忙碌而紧张 但今天还是百忙之中来给大家讲个班上的新闻 希望这两个来自课堂里的故事 能对大家的家庭教育日常有所帮助吧 初三的班级里,每天其实都是暗流涌动 就在上一周,我们班的学霸小叶连续三天没来上学 刚开始,他妈妈请假的原因是孩子发烧,疑似甲流 可是三天以后呢,我接到小叶妈妈的电话 只说了一个,李老师你好之后,这位妈妈便放声痛哭 他告诉我,孩子并没有患什么甲流 其实是心病了 事情的起因呢,要从开学后的几次小考说起了 小叶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 每次全科总分,可以落第二名将近三十分的那种 可是,初三开学后,这份优势多次被冲击 冲击来自于一个男生,就叫他小炎吧 小炎初一初二,以及初三的上学期,成绩始终是班上的第五名 既不拔尖,也不垫后,就很稳定,而且不偏科 可是,初三一开学,小炎先是物理三次比小叶成绩好 刚开始,小叶以为只是偶然事件 可是慢慢的,小炎各科的分数都有了跟他比肩 甚至开始超过他的迹象了 而且小叶敏感地发现 每次小考成绩出来后 小炎都会问他借试卷,分析研究 小叶问他,你看啥呢 小炎说,看看咱俩解题思路的差别,向你学习呀 从前小叶从来没有把小炎当成自己的对手 可是,他慢慢的发现 小炎就是把自己当成了标杆 就像小炎跟同学说的那样 我要想去一个最好的高中 就是得超过小叶呀 于是,两个孩子明里暗里开始了比拼 所有知情的同学 刚开始都嘲笑小炎不自量力 可是小炎呢 就那么一次次在小考中弯到超车 渐渐成了黑马 小叶也是一个要强的孩子 小炎明晃晃地拿自己当目标 而且开始反超他 他也直接找小炎取经 问他是怎么逆袭的 小炎说得很直接 以前,你赢我是赢在提前学习 我上初一的时候 你已经把整个初三的课程都学了一遍 现在初三了 所有的课程我也都学完了 咱俩起跑线终于一样了 小炎还告诉小叶 他知道小叶一直在外面补课 他也在补 只不过是初三下学期才开始补的 他补课不是为了补基础 而是总结了自己各科的短板 请老师就自己的短板是提高的 小炎还有一句话 成为压垮小叶的稻草 小学初一初二 我也玩了 学也学了 初三发力 这波不亏 而且为了比学赶帮超 小炎主动向我提出了 跟小叶做同桌 我当时征求了小叶的意见 他也表示同意 自那之后 我常常看见两个孩子下课时 一起热火朝天的研究习题 还吸引了班上好几个孩子 加入到他们的课题组 我当时特别欣慰 这是一个初三老师最愿意看到的景象 但是没想到 开学一个月后 小叶在小炎的这份碾压下心态渐渐崩了 他在学校的时候 跟小炎热火朝天的讨讨论题目 可是回到家里 他哭过无数次 他觉得小炎比自己优秀太多 小炎体育好 而且已经拿下了国家二级运动员的资格证 那些小炎如今还在恶补的中考必考的世界名著 小炎小学的时候就通读过了 那些死记硬背的古文加点字示意 小炎从来不会出错 可是面对陌生的古文和示意 他呢总是输给小炎 他向小炎请教惊艳 小炎轻松地回答 这东西主要是靠语感呀 英语某篇阅读理解 小叶全篇没看懂 五道选择提错了四个 其中对的那道还是蒙的 可是小炎呢居然全对了 小叶问小炎是怎么做到的 小炎说 因为这篇阅读讲的就是小王子 这本书的内容 这本书我恰好看过呀 这些细节把优越的小叶打败了 他声讨妈妈 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 每天不是在上学 就是在上课后班 我的成绩一直遥遥领先 我以为自己是真聪明 别人都夸我优秀 我也以为我自己是真的优秀 可是碰到小炎我才知道 自己连个书呆子都不如 我其实啥也不是 刚开始呢 妈妈以为小叶就是得第一习惯了 受不了被赶超 于是各种安慰鼓励他 可是小叶的情绪越来越差 刚开始 说自己不想去上学 后来则是一让他学习 就说自己头痛 勉强把他劝到书桌面前 他也是边学边哭 有时一道题做不上来 就把试卷撕得粉碎 他开始抱怨父母 说自己没有童年 没有朋友 说自己被他们培养成了学习机器 然后呢 他开始拒绝上学了 在初三 这最为关键的冲刺时期 他开始摆烂了 电话里 小叶妈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他跟我说 李老师 我们夫妻俩 不仅是把全部的希望 放在这孩子身上 我们也是把全部的身家 都砸在了他的教育上 不瞒你说 就拿刚结束的寒假 为了给他请最好的 全科补课老师 我们掏空了家底 这学期开学 怕他营养跟不上 他早餐 吃进口牛排 橙子 我和他爸 早餐晚餐 都是米饭加青菜 连个肉菜都很少吃 这孩子 现在就跟变了个人一样 从小到大 谁不夸他聪明 懂事 爱学习呢 可是 他居然在最关键的时候 掉链子 是不是我们给关的呢 还有 那个小颜 也不是好东西 故意 故意跟小叶 坐一桌来气他 干扰他学习 那孩子实在是太有心机了 我默默地听着 我知道这个时候 这个焦虑的妈妈 率先需要的是发泄情绪 在他终于停止倾诉 向我求助的时候 我答应他 我会去看小叶 同时也让他放轻松一点 我是接到小叶妈妈电话后的 第二天放学后 去小叶家里的 一周不见了 孩子瘦得像一道闪电 看到我 大颗大颗的眼泪往外涌 扯着衣巾 低着头 一幅对不起全世界的样子 我帮他扎了马尾辫 让他挑了一件衣服 带他出门逛逛 我告诉他 老师和同学都很想他 当老师提问一个难题 所有的人都回答不上来的时候 有同学就说 要是小叶在就好了 当每周三食堂午餐 做了红烧排骨的时候 有同学又说 这可是小叶的最爱呀 当孙惠惠一个人去拿物理作业 她和小叶都是物理科代表 她就会感慨 这个小叶到底啥时候能退烧呢 我看他就是装病 在逃避劳动 当全班最搞笑的李同学 又语出惊人的引发全班爆笑的时候 他又补了一句 每次我讲笑话 小叶笑得最魔性 当我一站上讲台 望向那个空荡荡的座位时 就觉得教室里好像少了很多人 听着这些 小叶默默地掉着眼泪 我问他 你想大家吗 他用力地点头 那天 我跟小叶一起数了数 他身上的优点 成绩好 人缘不错 为人诚实 我后来又补充了一条 我知道 班里有好几个男孩暗恋你 小叶羞涩地笑了 然后 他又低落地跟我说 可是跟小言比 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就是一个读死书的 嗯 好像是有那么一点哈 小叶没想到 我会如此地附和他 但我同样诚实地跟他说 相信老师 世界就在那里 你随时都可以学习 人生这堂大课 对于每一个有上进心 爱学习的人 都会给出一个漂亮的成绩单 真正的学霸 不是永远拿第一名 而是终生学习 向任何人 任何事 任何知识学习 小叶到底是小叶 我说的他都听懂了 他答应我第二天就去上学 我问他 还要不要跟小言同桌呢 他认真地想了想说 老师 老师 还是把我们调开吧 我知道 小言对我没有恶意 但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有限 我暂时还有点接受不了被他彻底碾压这件事 听了这话 我莫名的感动 眼睛一热再热 我努力平息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非常认真地对小叶说 谢谢你 能跟老师说出你最真实的想法 并且在这最关键的时期 能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你让老师觉得 你一旦有了这份承受力 你的人生从此无敌 就这样 小叶假留痊愈了 重新回到了校园 说实话 看到他 又像往常一样认真地听课 积极地做题 我一边狠狠地开心 又一边深深地后怕 带了这么多届重考班 总有孩子 在这个最关键的时期 出现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 而这些心理问题 其实都是日常问题积累的结果 而且也不是所有人 都像小叶这样 最终还能健康地回到课堂 为此呢 我几乎每天都会跟小叶妈妈通电话 汇报着小叶在学校的表现 输导他的情绪 努力让他认识到 就算孩子不能保持第一 甚至是最后不能升至重点高中 他也是优秀的 勇敢的 学业上 家长已经帮不到孩子了 但是给孩子提供逾越轻松的家庭氛围 告诉孩子中考不是人生的终点 这点小忙 父母理应做得到 还好 经历了小叶几经退学的危机 小叶爸妈对他的要求已经被迫降低了 据小叶跟我反馈 老师 我妈昨晚破天荒的让我十点半上床 让我好好休息 你说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呢 惊喜 真的惊喜 但小叶能够以这样的状态重返课堂 继续备战中考 才是我最大的惊喜 真的 每次看到他和同学说笑话 又笑得最大声的时候 我在心里跟这孩子说了一次又一次的谢谢 我太清楚 不是所有心里出现问题的孩子 最终都有机会像小叶这样能够回头事案 所以我紧急的说出 这个发生在我教室里的大事件 是的 我是想提醒所有的家长们 真的不要把孩子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应试 成为学霸未必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人生那么长 墙跑的人未必能笑到最后 我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像小颜那样 多读书 多运动 多与大自然发生各种各样的连接 能够拥有自己的爱好 成为一个有综合能力的人 一个身心都坚韧的人 一个未知欲始终饱满的人 一个对这个世界始终充满了热爱与好奇的人 当然了 等忙完这段时间 我会找小颜的爸妈深谈一次 向他们好好学习 也帮大家取起筋 欢迎大家把李老师的故事分享到朋友圈 让更多的人看到 谢谢